大家好,今天分享老舍的散文,想北平 提到北平,我们总会感到一种耗重,一份深沉 总会从心底里生出一种淡淡的怀旧与眷恋 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 北平即今日之北京,因它独特的地理和物好 因它身为古都的深厚文化积淀 无论是生于丝长于丝的老北京,还是生于他乡 与这座城市有过交集的游子 无不迷恋着他的沉静,他的文厚,他的博大,他的豁达 无不被他那独特的气质汝染 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 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 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 而是整个与我的心灵相联合的一段历史 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 从雨后石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 都积凑到一块 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 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 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伦敦、巴黎、罗马与军事坦丁堡 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 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 巴黎更近似北平 虽然近似两字要拉扯得很远 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 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忌苦 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 自然,那里也有空旷寂静的地方 可是又未免太旷 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 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造的老城墙 面向着积水滩 背后是城墙 坐在石上 看水中的小蝌蚪或尾叶上的嫩蜻蜓 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 心中完全安逝 无所求也无可怕 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是的 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 但是它和太极泉相似 洞中有静 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 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 以便刺激 在北平 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 论说巴黎的布置 已比伦敦、罗马、云条的多了 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 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 几乎是什么地方寄不寄的话 又不太僻静 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 也有院子与树 最空旷的地方 也离买买街与住宅区不远 这种分配法可以算 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 北平的好处 不在处处设备的完全 而在它处处有空而 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 不再有好些美丽的建筑 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 使它们成为美景 每一个城楼 每一个牌楼 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 况且在街上 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对于物质上 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 菜多 果子多 花草是种费钱的玩意儿 可是此地的花草很便宜 而且家家有院子 可以花不多的钱 而种一院子花 即使算不了什么 可是到底可爱呀 墙上的牵牛 墙根的靠山竹与草墨里 是多么省钱省势 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 至于青菜 白菜 扁豆 毛豆角 黄瓜 菠菜等等 大多数是直接 由城外担来 而送到家门口的 雨后 韭菜叶上 还往往带着 雨时溅起的泥点 青菜摊子上的 红红绿绿 几乎有湿式的美丽 果子 有不少是由西山 与北山来的 西山的沙果 海棠 北山的黑枣 柿子 进了城 还带着一层 白霜儿呀 哼 美国的橘子 包着纸 遇到北平的 带霜儿的玉里 还不溃沙 是的 北平 是个都城 而能有好多 自己产生的花 菜 水果 这就使人 更接近了自然 从他里面说 他没有像伦敦的那些 成天冒烟的工厂 从外面说 他紧连着园林 菜谱与农村 采菊东篱下 在这里 却是可以悠然建南山的 大概把南字 变个西或北 也没有多少 了不得的吧 像我这样的 一个贫寒的人 或者 只有在北平 能享受一点 轻浮了 好 不再说了吧 要落泪了 真想念 北平呀 好 刚才我们分享了 老舍的散文 祥北平 请点击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